好 既然走到俄罗斯了 我们直接focus现在欧洲的疫情 欧洲的封城时间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先前讲的现在不只是封城疲惫 更是抗疫 抗疫 抗疫就是抵抗疫情爆发成愤怒的街头抗疫 比方荷兰在周日的时候爆发了最激烈的警民冲突 石块跟崔磊瓦斯齐飞 而英国不断的敢打疫苗 但是死亡率越来越高 已经突破了10万人 伦敦接连发生非法的大型群聚 让警方前往强力驱散 另外还在封城的意大利 却有新创的电商 他跟传统的菜市摊贩合作 无所不送 全部在24个小时之内获送到辅 现在检视他的业绩 不但每个星期标速的成长 成功的避免在地小店倒闭 同时也从原来的三人小店 现在已经扩展成跟120个商家合作 我们来看欧洲现在的防疫最新现象 两名戴口罩的人士 现身在两欧元的硬币 上方还印有谢谢的字样 意大利注币局最近推出了 一系列2021年纪念硬币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向医护人员致敬 疫情当前 意大利一间刚成立的新创公司 和邻里间的传统菜市场 也互助合作供体时间 疫情加上封城 民众不外出 菜饭小店东西卖不出去 就通过线上外送平台 让民众在家中 也能享受到疫情前熟悉的家常味 从面包店 菜市场的肉饭或水果摊 通通能在24小时之内送货到家 根据意大利电子商务协会统计 意大利在2020年的线上购物频率 比2019年大增79% 而这间公司从去年4月创业初期 只有三名员工 半年之后 规模已经扩张到临近城市 合作的店家超过120间 员工人数也在今年增加到15人 疫情期间 每一周都有15%的成长幅度 去年耶诞假期更大增65% 紧抓亚马逊等电商龙头没有的优势 后市看好 因为欧洲的疫情依旧严峻 以英国来说 虽然目前已经有600多万人 接种前两剂疫苗 施打速度超前 但英国的新冠死亡率 仍然居高不下 即将成为近美国 巴西、印度和墨西哥之后 全球第五个 突破10万新冠死亡数的国家 而英国的总人口数 则远远少于这些国家 另外再加上 九起巴西变种病毒的确诊力 虽然英国再报疫情高峰 是由本土的新变种病毒所点燃 但如今还得对付外来种 专家已经警告 现有的疫苗 对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 恐怕没有那样有效 为了防堵变种病毒入侵 德国政府在周日加强边境管制 无论有没有附上核酸检测 只要是来自高风险国家一律筛检 从市区到边境 种种防疫措施不松懈 但长期下来足不出户 民众已经按捺不住 英国伦敦警方在不到两个星期 破获两起大型的非法群聚 而发生在周日凌晨的这起 遭警方开罚超过一万五千英镑 相当于五十七万台币 另外从十二月中就开始封城的荷兰 也有民众因为受不了 种种严格限制 周日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大批群众捡起地上的石块 就朝着警方的方向砸 警方则以催泪瓦斯和强力水柱回击 最后至少三十人被逮 欧洲各国除了严加防堵疫情 也得想方设法安抚人民 TV新闻综合报道